在英国草地音乐节表演前夕 台湾歌手舒米恩、葛仲山还有许哲佩等 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小型音乐演唱会进行暖身 当天有来自英国各地的旅音学字与乔包前往欣赏 大家近距离感受到台湾音乐人的热情与魅力 走进Village Underground里 来自台湾 阿美族歌手舒米恩 穿着阿美族传统服饰 以正耳欲聋音乐让全场乐迷嗨翻天 以电影《太阳的孩子》的主题曲《不要放弃》 入围本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舒米恩 演唱多首专辑里曲目 鼓励身在海外的侨胞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的事都不要放弃 让大家感动不已 阿美族很喜欢用很彩色的方式 底色都会选择黑色 让人在一起的 然后再用色的 尤其是年轻人 老人家觉得年轻我们称为 Gabba Gabba 是阿美旗语 然后其实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年轻人跟漂亮的意思 所以人生最漂亮的时光是在年轻的时候 所以在服饰装饰上面会选择很多的颜色 同样炒热现场气氛 歌迷开心一起跟着旋律摇 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所以是一种挑战 然后那个会让我觉得是 我很喜欢一件事 然后我可以分享我的音乐给不同的朋友们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状况下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事 然后我很珍惜的 台湾音乐的多元发展 近年来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瞩目 为了强化台湾流行音乐的国际行销与推广 并提高台湾流行音乐的形象 今年以台湾Beats 台湾音乐律动国际当作主题 邀请艺人参加英国草地音乐节 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与世界各地的歌手们一同表演 展现台湾音乐风格 台湾宏观电视普迈克 英国伦敦采访报道